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子们对佛的涅槃 简直觉得像一场梦 他们是永远想不到 佛会涅槃的 在那里心中对佛 把佛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因为佛可以不涅槃 他已经成了一种 他们精神上的那种领袖 就是佛可以不涅槃 他怎么能死了呢 书记老师叫涅槃 他就死了 他不在了 火化了 所以弟子们就 就是不信 就是觉得佛怎么死了 八十岁就走了呢 你看其他人家外道 都活个一两百岁 很正常 还能夺舍 印度教 当时印度很多 那些领袖人 都活很多 很长久的 甚至活到一两百岁的时候 夺舍一个小孩子 人家就能再回到十六岁 直接再活 拿一个十六岁的身体 这些对他们很正常 佛陀就涅槃了 八十岁就走了 佛陀也问过阿乃说 我要不要走 阿乃也没直升 阿乃是傻吗 他也没反应过来 佛陀说这些有啥意思 他就没想到佛陀要涅槃 他只是说 佛陀跟他随便聊天 当然经典里边是说 天魔道把他眼睛捂住了 让他发不出声音了 我也没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肯定是佛陀走了 但是我是觉得 佛陀把该说的说完了 剩下就是大家修行 没啥可说的了 对佛陀 正到那个境界的人家走了 可能又去其他地方 混法去了 是吧 但是对弟子们来说 失去了意志 知道吗 所以他就不相信 一切的沉住坏空 连佛陀都涅槃了 你的爱怎么可能不丢呢 你的爱情怎么可能不睡呢 佛陀都能涅槃 由来都跑了 走了 沉住坏空 生老病死 所以佛陀实现了一个 很普通人的 活百岁一个老人的状态 他死的时候还甚至说是 中老毒了 肚子疼 死了 是吧 你看看这些佛学多普通 所以这些 这才是我们要正经的 你们看到这些 不要随便看过去 释迦牟尼址死的时候 是中老蘑菇的毒死的 其实他已经走背走了 他也不知道那个是蘑菇 他吃了 是吧 他也不怕疼 知道吗 这些都是 就很普通 为什么 为啥他吃了 因为那个 那个供养他 蘑菇的人 可能一辈子没做过供养 那天最后他要走了 走前供养他 他不是在 去那个 苏林要涅牌的路上 那个人供养了他 蘑菇 他成就他的愿望 因为他 他供养了蘑菇 是吧 他就这一生 就做这一次 因为重向无量功德 给供养佛 他是佛陀 是供养你的空性的 等于你在自己的银行 自己空性的银行 从了生生世世 从了钱 因为佛陀代表你的本性 等于是给你自己 从钱 所以他买了他的愿 吃了他那个蘑菇 但是他就肚子疼 然后就临死 肚子疼着死了 当然 但是你看那个涅槃的 症状说 从一地 从四财八地上走的 从这样出境出境 实现涅槃 实现涅槃 有小细记载 佛陀怎么实现 就是实现了一个 很普通的 三生成就的佛陀 实现了很普通 一个普通人的 成祖坏空 二祖正在世界被杀头 他的弟子们 他的 这些佛教的祖师 也实现得比我们还惨 我告诉你 我们都受众正情了 是吧 还想救我受众正情 还长命百岁 佛陀活了八十多岁 走了 他实现了很普通 知道吧 这个世界 一个真理的获得 我们不知道想干什么 你成就了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还是这样 这是个梦境啊 知道吧 大家 你想在梦里边放光吗 你在追逐什么 所以妄想无数啊 你的愿望好像很多很多 永远达不到 我们的梦想很多很多 对名利啊 请你要站在那个 名利情的跌峰啊 那是放光的 你知道吗 那些东西在放光 在诱惑你 知道吗 完美的爱情 名利 获取 就是说 那些东西 对你的心的色素力 很强知道吗 是你不知道 这个世界 有解脱到 也不知道这是梦 不知道时空幻境 这是一个 很小的时空梦境 三维角度 是个很小的 佛说我们人力的 视觉在方寸之地 心 比全在一个 很小的时空里 释迦牟尼佛竟然来了 来你这个 小小的梦境里 救度你 就像你现在 变成个蚂蚁 进了蚂蚁窝 救度一摩蚂蚁 你知道吗 小小的 就是 真的是不可比拟 不可比喻 你知道吗 你成就 将来你们会看到 因为按我们的 讲经次第是 法华经 然后金刚经 然后就是冷眼经 冷眼经 有中论 白法明门论 还有就两部论组 还有就是 无量寿经 冷眼经完了 就是佛书 无量寿经 然后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同时叫 阿弥陀经 给观无量寿 因为它包含着 一部经典 基本上都一样 佛说无量寿经 又叫大阿弥陀经 所以你看了 佛说无量寿经 基本上阿弥陀经 就看完了 然后观无量寿经 主要是观法 还有书法的缘起 不一样 所以它有一些 介绍的时候 是这样 介绍西方极乐事件 有些重点 侧重点不同 因为观无量寿经 里边 它不是佛在 单纯地介绍这个事件 是当时 魏喜提 叫魏喜提 是吧 我是这些名字 利提夫人 她是被她儿子 囚禁在皇宫里了 是个皇后嘛 被她儿子囚禁 囚禁她很苦 她在牢房里边 齐请佛陀来 开示她 她对着佛陀礼拜 在印度 被她儿子 关上 关起来了 然后她很苦 她觉得会死亡 就很绝望嘛 被亲情伤害 是很绝望的 比爱情还绝望 然后呢 她就很绝望 觉得我怎么生了 这么个孽子 把她爸饿死 把她妈拐起来 差点杀了 她很苦 很绝望 所以她觉得 没有希望了 她希望下辈子 不要来这个事件了 所以她亲情佛的 佛陀就来给她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她在牢房里 她很苦 她没有喜悦之心嘛 很绝望 佛陀就告诉她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还同时教了她 观修方法 其实观修方法就是 让她在牢房里 别那么辛苦 所以要观无量寿经 里面也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这三部经学完以后 本身我们要学华言 学完华言 我们就可以暂停 就是华言境界是佛的境界 就是佛的境界 法华就是佛的界定 一种佛的最高界定 就是佛也看世界是啥样 我们现在叫肉眼 佛也看世界的时候 在华言经里面 华照世界知道吧 华照世界是什么介绍 梭博世界 我们不是说叫三千大千世界 在华照世界里 它只是一个莲花种子 种子上面有莲花 莲花上的某一层 叶子上的一层 梭博世界在那叶子上 这是华照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成为微臣 现在科学你看 宇宙一核心多大 是吧 梭博世界啊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 就像一年微臣 你那些承住坏坏 一百年的生老病死 承住坏坏 那个莲花抖抖叶子 我们那个世界掉了 真的 你在华言世界里面 我们简直渺小的不能看了 梭博世界 小的不行 那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不可比喻了嘛 这一辈子不可比 但是我们的心 七大五百七小五六 我们的心是空性 我们的心竟然与佛无二 无二 你不觉得珍惜你的心吗 你的心就像摩尼珠一样的 你不在这个 有生之年珍惜一次吗 发出成就无双症等正确的心吗 太可惜了 你这一辈子就白来了 从佛教 佛学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就是白来了 你追求这个世界 其他的也没 也可以 但是佛告诉你说是 第一次你在苦海 轮回解脱不了 还有你总无可所得 因为一切是你妄想成的 你的心出不了 你所妄想的境界 你妄想那个墙是结构的 你就穿不过去 出不了你的定义 所以你的局限性很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